阿婆寿司 阿婆的寿司味道就是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呢? 稍看小小一盒寿司的買氣如此旺盛就可以猜到 台灣人對於美食自有一套詮食方式 所有來到台灣的料理 在經過台灣的文化洗禮之後 都自成一格成了台式風格的日本寿司 阿婆的寿司走的是平價路線 沒有華麗的包裝 但古葡的味道卻直透人心 尤其是當吃到沒有絲毫點綴的豆皮寿司 卻仍想在吃時 就知道這超過一甲子的功力 不是包裝就可以掩飾的 目前已交由第二代經營的阿婆寿司 為了迎合越來越多的大眾期待 還開發了許多像是丁香魚、鮪魚、培根等 數十種新的壽司口味